美国总统特朗普大理时间18号证实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上周呢 曾经前往朝鲜会见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说 蓬佩奥和金正恩的会面非常顺利 双方建立了良好关系 他还说自己和金正恩的会晤的细节 日前正目前正在制定当中 无核化对世界和朝鲜都将会是一件好事 而本月9号呢 特朗普曾经对媒体表示 他与金正恩将会在5月或6月初会面